大家好,这里是历史万花镜。 元朝末年,天下大乱,时局把驱逐达鲁,匡复河山的重任交给了一个凤阳僧侣,这个僧侣就是日后的明太祖朱元璋。 彼时,朱元璋振臂一呼,麾下名将好似锦喷,如徐达、常玉春、李文忠、邓玉等等,一个个锐不可当,为明朝开国立下了汉马功劳。 然而,随着时光流逝,这些人各自去了归途,紧留下冯盛和傅友德。 与此同时,朱元璋也进入暮年,但依旧雄心万丈,一直想荡平自己的老对手,北元。 可让谁去扛起这面大旗呢? 就这样,历史选择了蓝玉。 蓝玉,安徽定远人,开平王常玉春的内地,难道蓝玉的辉煌和姐夫有关? 事实的确如此。 因为当初朱元璋根本没把他瞧上眼。 蓝玉深知这一点,建国前就曾暗暗立世,一定要做成像徐达和姐夫那样的人物。 就这样,在常玉春的推荐下,玉春朔称于太祖。 蓝玉参加过一些小型战士,由于作战勇猛,很有头脑。 建国后任职大都督府签示。 这个任命,把蓝玉化归为武将集团。 从此,蓝玉将躺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 红武四年,1371年,随富有德攻打四川,领兵拿下绵州。 第二年,跟随徐达北伐,第一个冲出燕门关,在乱山和土腊河击败元朝军队。 红武七年,率兵攻克星河,俘获元朝国公铁里密赤等,共59人。 五年后,随西平侯穆英征讨西波,第二年班师回朝,被封永昌后,石路2510,或世西平正。 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。 说明蓝玉一步步了得到朱元璋的认可。 三年后,蓝玉将再次和富有德征战云南。 这一次,蓝玉已是个成熟将领,面对复杂形势,突然出骑兵在趋近生秦元朝平章打理麻,接着平定全殿,让云南正式成为明朝的疆土。 回到南京,朱元璋喜出望外,对蓝玉大家褒奖,再增五百代十亿,同时让蜀王朱春娶了他的大女儿。 看到这里,细心的朋友们一定发现了什么? 对,以上战事,蓝玉从未担任过主帅。 接下来,一场离奇的战事即将到来。 而这一次,蓝玉同样是副帅,不过,却是主角。 红武二十年,一千三百八十七年,元蒙卷土重来,太尉纳哈处手握二十万人马,盘踞辽东的金山、金吉林、农安县一带。 这个纳哈处系黄金家族穆华黎的后代,不仅身份尊贵,还是一名难得的猛将。 朱元璋对纳哈处不多次招安,纳哈处拒不接受。 还一路南下,夺下庆州。 就这样,同年正月初二,朱元璋命宋国公冯胜为大将军,引国公傅友德,蓝玉为左右傅将军,率兵二十万向辽东进发。 而蓝玉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庆州。 二月的辽东雪花飞扬,并不是作战的最佳时间。 蓝玉知道这一点,但他更想克服极端天气,给敌人致命一击。 蓝玉做到了,领着将士昼夜奔袭,饿了啃干粮,渴了喝血水,来到庆州,发现城门大开。 结果,率轻骑突袭,大败援军。 冯胜收到捷报,这时他已出松亭关,屯兵大宁,打算和蓝玉合为纳哈初步。 接着,不可思议的事情再次发生,纳哈初同意率队投降明朝。 蓝玉再次登场,亲自把纳哈初领到军营,并设宴款待。 九过三旬,蓝玉看到这个猛军首领衣衫破旧,于是脱下身上的战袍,示意他穿上。 由于习俗不同,蓝玉的举动让那哈初觉得这是莫大的羞辱。 于是双方僵持,你推我嗓,火药味极浓。 这时,副将长茂,长玉春之子,突然抽刀朝那哈初砍去,那哈初下意识地闪躲,但肩上还是开了个大口子,一一长茂,差点让这场不诈去了。 十人之兵的胜利流产。 最后,冯胜出面协调,才平息下来。 此意,二十万蒙古军投降,缴获得资重绵延上百里。 此意,长茂被朱元璋带上枷锁。 此意,冯胜因违反朱元璋的民族政策,被解除兵权。 此意,也证明了蓝玉的骄纵。 蓝玉离跨入明将的行列还差一步,一年后,他将再次创造奇迹。 因为朱元璋在降服那哈初后,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北渊这个心头大患。 1388年3月,蓝玉第一次作为主帅,领兵十五万征战大漠。 奇怪的是,这次朱元璋没给蓝玉配副手,能上得了台面的只有定远侯王毕。 蓝玉从大宁出发,一路向西,当抵达庆州后,前方传回消息,说, 说,北渊王庭不见了,可能逃去了补玉尔海、金贝尔湖方向。 这又是为什么呢? 据说北渊皇帝托古斯铁木尔早就得到消息,再次打包过起了游牧生火。 为此,蓝玉下令,令军事学地而窜,无间烟火一一凿冻睡觉,不准生火造饭,不留下一丝痕迹。 茫茫荒漠和戈壁,十五万人在前行,其中遇到一个又一个致命的难题,高温、缺水、饥饿和疾病,还有那种在荒漠上一眼望不到边的恐惧。 来到白眼井,还是没发现一个敌人,连牛马粪也被北渊军收拾得干干净净。 蓝玉愁愁了,彷徨了,胆怯了,去海四十里,不见敌,玉尹环一一蓝玉,打算撤军了。 这时候,一个勇士站了出来,说,吴被提十万众,深入漠北无所得。 据班师,何以复命一一,我们率着十多万人,深入漠北却一无所获,拿什么回去给皇上复命呢? 这个人就是定远侯王毕,一一捕鱼尔海之战,应该祭他投功。 异玉点醒梦中人,蓝玉别无选择,立刻命令全体将士,开向捕鱼尔海。 这一天,明军,离捕鱼尔海东北,还有八十里。 这一天,北园皇帝帐内歌舞升平。 这一天,黄沙漫漫伸手不见五指。 这一天,长途奔袭的明军,向北园军队,发起了潮水般的攻击。 王毕一马当先,冲入不设防的军中帐。 此时,军营还沉浸在酒箱里,愤怒的明军挥舞着刀剑,杀太尉蛮子,薛皇帝护卫,让慌乱的北园军集体抛下兵器投降。 明军取得了一场彻头彻尾的胜利,没有之一。 结果,托古斯铁木尔和太子天宝奴等十多个人逃脱。 明军俘虏北园官员及家属三千,军中男女七万七千人,牲畜十五万头。 蓝玉还缴获了一件珍贵的宝物,一一玉洗,一一着标志着北园,已来日无多。 不久,托古斯铁木尔被杀,建文初年,蒙古一分为二,即瓦剌和达达,元朝就此画上了句号。 大军还朝,朱元璋亲自迎接,当蓝玉卸下战甲后,朱元璋对他说, 你就是我的仲卿,汉朝未卿,要是唐朝礼静。 啊,与此同时,蓝玉阴封梁国公,却突然变成了梁国公,这又是为什么呢? 在捕鱼尔海之战的归途,蓝玉为标榜自己,肆无忌惮地强暴了元主的老婆。 可他没想到,这个蒙古旗女子性情刚烈,当晚就自杀了,思缘主妃,非残自尽死。 蓝玉把朱元璋的话荡耳旁风,这件事在当时影响极坏。 和朱元璋的民族融合政策,格格不入。 大军来了洗风口,等于到了自己地盘,可蓝玉又干了件出格的事。 由于官员开关不及时,蓝玉嫌等待时间太长,于是命士兵攻击关卡,拆墙破城而入,官力不实纳,纵兵毁官入。 为这些事,朱元璋早就给蓝玉提出过警告,还特意命人把过失刻在世袭凭证上。 蓝玉呢? 也许因为功劳太大,根本不予理睬,还不断在军中培植自己的势力,燃指军权。 这一切,朱元璋都忍了,随后封他为太子太父,一品。 而蓝玉却再次口出狂言,以我的功劳,难道不能做个太师吗? 这一次,蓝玉触碰了朱元璋的底线。 如果说,以上过失还没让朱元璋下定决心,那么,明实录里记载的一件事,或就是最后的导火索。 朱镖的太子妃是常侍,常遇春之女,蓝玉一下就成了未来皇帝的舅舅,因为这层关系,两家走动非常频繁。 一次,蓝玉班师回朝,急忙求见朱镖,给他带去了一个秘密。 蓝玉说,我观察燕王朱棣在自己的封地,一举一动,和皇帝一模一样。 这说明,燕王不是一般人,迟早是要造反的。 我还找过人忘过他的妾,说他有天子气象,你一定要小心了。 表面看,这是蓝玉在善意提醒,但他却犯了皇家大忌,挑起事端,让兄弟骑墙。 没想到,朱镖根本不在意,在和朱镖聊天的时候就说了出来,结果朱镖大害,心事被蓝玉看穿。 接下来,在父亲面前狠狠揍了一本,蓝玉在无路可逃。 1393年,太子朱镖病逝后第二年,锦衣卫指挥讲印给朱镖章呈上一道密函。 说蓝玉打算,在你老人家去吉田时,起兵谋反。 朱镖章展开狂暴,明史上骇人听闻的蓝玉案,由此爆发。 蓝玉在供词中称,锦川后曹镇,贺寿侯张义,竹炉侯诸兽,定远侯王毕,东莞侯何荣,护布侍郎富有文系他的同谋。 讽刺的是,督办蓝玉案的吏部尚书张辉被蓝玉临时拉进了这支队伍。 朱镖章用雷霆手段对蓝玉抄家,灭三族,包皮十草一一死后,也要蓝玉巡游全国,让女儿收藏父亲的空皮囊,同时一万五千人被卷进这场风暴,为蓝玉案买单。 就此,纵横将场数十载的蓝玉随风而去。 蓝玉的确是个优秀的军事将领,但她的一生更像条抛物线,沁州之战,捕鱼尔海之战,让她站上了人生的巅峰。 只是,由于个性太过张狂,悲剧或早已注定。 好了,感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次见。